我真想给你个大嘴巴子 大耳瓜子 你就是垃圾车评人小胡子 根本不懂车 就是大忽悠大骗嘛 前天早上说到一位网友留言 他说小胡子 看了你的视频 听起你的话 花十万块大洋买了马自达昂克塞拉 结果要加速动力不如同事的大陆宝莱和朗逸 要省油没有朋友的丰田卡罗拉省油 我都不知道买它为了什么 就是被你小胡子的视频骗了 忽悠了 你就是个垃圾车评人小胡子 根本不懂车 就是大忽悠大骗子 以上这些内容 就是这位网友给我的一个留言 我真想给你个大嘴巴子 你狗蛋都不是 还给他操着八虎的 三吹六少的 不知道还以为你买的老实来私人 我都挑剔你丢人现眼 赶紧点凉货上个单子去吧 你十万块钱 你还要求个啥呢 就看你这两下子 都不用看看你本人 也不用去你家 我估计你自己都强活 还买车呢 十万块钱买车 你就得贷款九万牛买吧 还不如卡罗拉 你十万块钱买卡罗拉 那1.5升的转息性那是个三缸机 那缺胳膊扫腿的 三缸机就是先天性的吸力不起 你还给这给我装大明白 不如卡罗拉 你知道个灯 还保来朗逸 也是你能开的 那十万块钱 1.4G和1.5G版本 你能买到啊 你就买个1.5升的转息版本 还给这超了八虎的装什么大哥呀 那十万块钱买马自达昂克塞拉 你也就是赶到现在吧 赶上大减价 要是去年 你十万块钱也就是去斯大斯店去看一看 拍拍屁股就走人的手 知道吧 不惜了说你 十万块钱买 昂克塞拉都买到2.0T自然吸气 4.2G了 动力更好一些是他们这些车里的 不比那个卡罗拉保安老来好使吗 就一个马自达的6T变动箱 就完全吊打你什么卡罗拉的CPT 大动双离合 就1.5升的保来 用的IC6T调教的 也没有马自达的6T平顺 生长将长逻辑性 也没有马自达的好 有人说了 马自达昂克塞拉后面是个扭力量寻价 不是属于独立的 我正想给你个大耳瓜子 那保来朗一后面 不也都是扭力量寻价吗 你咋不蹬蹬呢 他啥都是扭力量 但是昂克塞拉可是 日本云中进口的 采用叠形仿生技术 由一张钢板 菌压无缝焊接而上 无论是粗度厚度 还有强度都要更好于他们 你把底盘升起来 跪下来瞅一瞅 那卡罗拉那筷子寻价就更不用说了 2.0升的昂克塞拉 不仅动力好一些 油耗也不高 7个到8个之间 你都用不起 赶紧去买雅迪吧 那么好 就说到这里 我也不说什么了 我也不想多说什么了 其他双生 剩下的还是留给广大的网友朋友们 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吧 我站在评论区留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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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留言论区留言论区留言论区留言区留言论区留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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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